音楽 近年的年度意象 能有了神德二字就有永生 所以這個經文 我們做一個概念的主題 因为在党前的这个多变化的时代 非常非常需要有什么生命 或者会活得起 因为现在的时代称为什么呢 称为启示录的时代 圣经启示录的很多很多的记载 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而启示录呢 启示这两个字包括这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是客观的情形存在 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真要被启示 客观的启示存在你要看得见 那么人要被启示就需要怎么能看得见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到底看见什么呢 在《撒加利亚书》 其实我同样讨论的一本书 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请大家论一下 我用语目观看天下有一位神父的所觉 阿弥陀佛说 你不在这一位神父的所觉 我会答说 我看这一位神父的所觉 阿弥陀佛说 我爱死我 点点点点 我们在这一部枪 要紧织 先织 上下语目去看 然后看到一个飞行的书卷 这是一个飞行的时代 书卷是有词事在里面的 有资料在里面的 我们看着它飞过去 但是 我们至少要看清 所以这一篇 我特别跟大家讲要补复 像这两天我们在这山上 那山上有一个基本现象 就是左看去山 右看去山 前看去山 左看去山 到处就是什么 因为看来看去就看见山了 看出什么来 没有补复 如果像我们去看 如果没有一种思想的眼露 没有一个智慧的 知识的心 的话 看其实会看得不太有趣 所以 我们说昨天有去看那个 齿文库部 也许你如果靠到一些 新疆太过去看的话 那就 就 就 好像还不错 但是 如果 像 那边 刚才我在车上吃 我在跟我们 这位杨娟 看美国在里面 啊 他们从 从加拿大 从 就是过渡过那边过来的 看你加拿大 然后 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好像你一样 可以笑话 有 所以 如果要看他 用什么心情去看 那么 只要看的时候 要看的时候 好 其中所居然的意义 对我有什么指示 我们每天 在各样的生活里面 看见各样的 看见各样的 有些人 一看呢 会让你开心 会让你整自卑 会让你有心心 那么有些人 还是 也让你越看越恶心 越来越看越 越 对不对 我们弄到过来自己的事 人生 我觉得很难 对 所以我们来了 来到这里 我们就 特别用诗篇看二十一篇的C节 告诉我们 不要小山 人家小山 人家小山 靠山 一个人如果有靠山 因为他就会 人生就会平安 对吗 对 那么 他的靠山是什么 靠山是靠着什么 靠一座的 我的帮助是何而来 我的帮助是 照天地的 天后来 我现在就 先用这两个 两个 关键 两个 这个主要的问题 一个就是 看什么 一个是我的法 从 你看什么 会因着你所看什么 而感觉好 或者感觉好 每一个人 他生而不同 各自信任何人 所以我们看 这个看三 那么 那么 中间有一句 有诚中的一句话 看三是三 看谁是谁 那么到后来 经过看三不是三 到看对五十四 其实最后 就回回到一种 简直的 丰富的简直的生命 看看 直到山里边 变成了很多的丰富 山里边变成 山这件事情 可以给我们 很多的期许 和感动 所以 中国独语 人者要山 支持要学 人者要山 这个 我们的理解就是 聪明的人 他 看到谁就开心 那 所以 有人德的人 或者是 生命有爱心的人 他看到山 会比较快乐 但是我前前一位老师 这个老师 先生 他就觉得说 这样子是不好 他说 仁者 要 这个恶 后面也要加斗言 就是说 仁者的快乐 像山里 他喜欢一种稳定的 稳定的 或者是 丰富的 或者运程的 聪明状态 那聪明的人 聪明的人 他的快乐 就像水面 因为他是灵动 他很喜欢 多变化的 又想多知的人生 所以有人喜欢 稳定 贯驰 人也很喜欢 他这个 哇 中 limitation 就是 拍住 下面 天的 文句 上面 装使者 人的 装寒 脑 罗 活得很快樂 而這個仁者喜歡安穩的話 他就可以長壽 所以我們說喜歡山的人 也許會比較長壽一點吧 就是跟大家講 所謂的仁者謠善 就是來一個很基本的 那今天如果要多講到完整的話 所有的時間都沒有了 我本來今天來有一個志願的 因為上次Michael到台北去聽七七 聽完了以後跟我講說 他大概是聽懂50%吧 我今天 那百分之五 所以我本來有一個志願 今天我跟志願可以提高一點點 原來就想說能不能講 要讓他聽得懂百分之八十 那今天好啊 大概這樣標準降低 這樣百分之八十 總之我盡可能的 不要跟大家拽文講一些頂部 而講大家簡單的道理 總而言之 其實我們要說的是 你看什麼 你從其中看到什麼 要說清楚啊 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和什麼樣的感動 這個對你才會有產生真正的意義 而我們今天看到山的時候 我們要有智慧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得到幫助 但是上帝幫助人的方法 是讓人彼此相助的 這個世界 創世紀第二章的十八節 耶和華神說 那人獨居不好 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 幫助他 這句話 我們常常在引用 他現在也都很熟悉 那麼其實這個聖經 它是有一個背景的 那個背景就是創世紀第一章開始 上帝創造一切 那看一切所創造的 都是好的 神自己創造 他當然有能力使他好 也相信他一切 在現狀裡面 以及在發展之後 都會好 只有一件事情 他沒造好 那就是那個人 所以要為他造一個配偶 來幫助他 那這就產生一個問題了 上帝你難道沒有能力啊 一下子就把人造好 讓他無獨嗎 也許是可以的 但這就是上帝在創造一切的時候 祂的安排 祂的計劃 我們可以這麼簡單的說 上帝創造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 卻留下了一些不太好 不夠好 甚至於有些人會覺得不好的事情 事件存在 你自己的人生當中 你現在覺得哪些事情 是讓你覺得不滿意 不滿足 不快樂 或者是讓你覺得過不去的 肯定是有的 那麼為什麼上帝能容許 這些事情存在 你給我一個答案 你覺得說 上帝為什麼明明可以做好 卻不把他做好 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要讓我們彼此幫助 要讓我們願意彼此幫助 他才會好 我們才會有用 所以你說 我的幫助是從神而來 但是又說 我們是要彼此幫助 那到底是從神來的 還是從人來的 也許在這兩節經文 大家看一下 以物手術四章十六節 全身都靠他聯絡的和氏 百劫個案各職 照給各職的功用 靈異性相助 便叫身體漸漸增長 在暗中建立自己 我講的比較完整一點 其實我們存在是需要成長 才會快樂 而成長的方式 如果一下子都長到 再也不用變化了 那其實一定活得很沒趣 很沒意思對不對 人是需要一點一點的改變 而這個改變呢 它的具體的方式 卻是在人和人之間 彼此相助的過程裡 你幫助我 我幫助你 彼此有好的感覺 有好的感情 那在這樣的 一方面不孤獨 一方面有好的情感 然後呢 又在漸漸的更新面 讓自己裡面 很確實的感覺 越來越豐富 這個是教會所要教會的 所以在第二 以弗所書第一章的二十三節說 教會是祂的身體 是那充滿外遊者 所充滿的 這裡就給我們一個 連結性的答案 是不是上帝幫助我們 是的 但是上帝用什麼來幫助我們呢 用祂的身體 祂的身體是什麼 就是我們 所以我們就是 上帝要讓我們看 然後讓我們去建立一個彼此 幫助的觀念 所以我今天沒有辦法印給大家 所有人的講義 但是這裡說 人的禀負不同 所樂也不同 人者要山 智者要水 那麼每一個都會有不同的喜好 但是 人的本質 或者人的最根本的東西 我們講到說 得到多助 我們多到兩個人 得到多助就是 你如果是活得對 你就會得到很多的幫助 而助人為樂 是我們助人為快樂之本 每一個人如果你 稍稍的有一些體驗 你就會感覺到 真正快樂的時候 都是在幫助人的時候 那這是不變的道理 所以 我們說 這個 我們來到野外 來做野外的禮拜 我們希望最直接得到的益處 就是 詩篇121篇第一節書說的 我要 怎麼樣 向山舉墓 我的幫助從而來 我的幫助從 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那我們在山 山上 我們要享受 看山的快樂 越看 越開心 越看 越快樂 越看越有愛 有這個 看到後來 看著看著 不知不覺就享受 有許多時候 修行的人 想要培養身體的人 都常常喜歡爬山 常常去到山裡邊去 去吸收昏多金 喜歡在山裡邊修行 其實這個連結起來 我講一個小時 也可以跟大家講很多這方面的事情 就不多講了 總而言之 其實你要享受到 看山的智慧 而這個看山的智慧 它的本質是什麼呢 它怎麼樣才能夠獲得 並且應用呢 我們剛才已經提到了一天 但是我們還是進到主題裡邊來說 剛才這個是已經讀兩次了 只能一點時間 現在就不讀了 總之我今天只用 我要向山舉目 這個六個字來做題目 分成三個範圍 我要的問題 我要的問題是 人生目高的追尋 你要什麼呢 你覺得你要什麼才要的正確 要的道 可以使你幸福 可以使你美好呢 那麼在第一節第一篇 第一節第二節 它就看到 我的幫助是從照天地的耶路而來 當你看見這個的時候 你就知道其實你要找的 首先就是要找到那能幫助你的 而且是掌管天地萬有的這位神 跟它建立好的關係 對嗎 那麼向山 這個向就是方向 我的人生的方向 人往高處 好對不對 誰往低處 我們到底是要向高處呢 還是向低處 如果我們找到最有力量的來幫助我們 那麼我們認識他 在第三節到第五節 他必不叫你的腳 動也不要動 保護你的 必不打盾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盾 也不睡覺 保護你的 是誰呢 是耶和華 耶和華在你右邊一臂 我們用這三節的經文 來說明一點 當你的人生方向 道路是通往神 你的人生方向是對的 然後你找到神來幫助你 你就什麼 將利弄一樣啊 坦然無懼的 可以快樂地過 你正在成長 正在改變的人生的問題 但是你還是需要有一些體會 所以群目就是你要看見 你要抬起頭來去看 在身上 你如果不群目去看山 你如果看山就看到天了 對吧 那你不群目 你一頭看著腳邊的小草泥巴 看來看去都是那些東西 你要抬起頭來去看 那看到白日太陽避不上你 夜間月亮也不害你 那麼因為你看天看地 看日看月 耶和華要保護你 免受一些的災害 祂要保護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 耶和華要保護你 從今始至到永久 看得通 看得透徹 看得明白 你就會越來越有盼望 而你的盼望不只是今生 還盡到永遠去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一點點結 當然在詩篇我們在講這個 我們在講 上行之詩的時候 有給大家比較完整的講義 今天想一張講義給大家 因為在這裡不方便就算了 總之我們今天藉著我要上三十字幕 這六個字來跟大家探討 其他的重點目標 就是我們要享受人生 而且享受幸福的人生 它有一個基本的條件 你現在覺得你平安嗎 你覺得你不平安的原因 是因為你的靠山不夠有力量 或者是你跟你的靠山的關係 你自己沒把握 其實祂願意幫助你 但是你覺得說祂會真會幫助你嗎 很多事情就得自己花精神 花力氣 去給自己煮小尾巴 給自己保險 給自己弄這個弄那個 那你的人生就沒有辦法坦然過去了 包括身體也一樣 包括人際關係也一樣 包括生命也一樣 所以如果我們對於神的幫助這件事情 我們真懂了 那麼其實你的人生就沒有什麼過不去的 過不去的坦然 真懂了 這是我再一次地和大家父神地說 無論你現在所面對的 讓你不滿意的不滿足的是什麼 只要你是願意真正的去尋求 那麼一定會看到上帝在我們人生當中 給我們提供的恩典和幫助 所以我們回到這裡 在第一節第二節我要向三曲目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 以後華而來 首先我們是對神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而這個認識和不認識 常常你如果要認識你就要認識了 尋求的就必尋見 不想認識 那麼其實啊 它出現在你面前也不當作一回事 所以我要是最基本的問題 所以在這裡我們說 你要什麼 這是我需要提醒你的 而你愛要什麼呢 這是我們需要出的提示 這個你要什麼 這句話我今天要問你 你覺得你這一生你究竟想要什麼 那這其實是如果我們想要跟隨耶穌 我們要做天國的門徒 想要達到一個高的生命狀態 這是一個入學考試的題目 因為在約翰福音第一章的36節到39節 這是耶穌基督第一次向人來傳遞的信息 在36節說 主耶穌基督的約翰看到耶穌 就說看啊神的羔羊 像我之前跟大家講的羔羊的道路 其實你要跟從羔羊的道路 才會達到生命的豐富之地 那你要看見 看見神的羔羊 所以37節兩個門徒聽見祂的話 就跟從了耶穌 你要跟你得 你要進到學校讀書 你得通过这个考试 所以耶稣回过头来问他们一句话 说你们要什么 这是我说这是入学考试 你想要跟随耶稣吗 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你要什么 这是我常常还是以后面提醒的 有些时候我会觉得有点无奈 就是提醒了很多事 但是很多人还搞不清楚他要什么 你会觉得有这个现象吗 真的不便能有事 因为我们常常要我们的生活当中 一些肉体的满足 情感的满足 虚荣的满足 要我们一些其实要了没用的东西 但是主主要我们要给我们的 生命里边的丰盛和荣耀 因为我们没有用心的去思想 没有认真的探讨 以至于对这件事情上面不太有概念 弄久了以后就麻木了 就基本上人家讲言者尊尊 听者渺渺 人家讲他也没有什么 没什么感觉 还是每天在追求他自己要的东西 而他的门头就觉得说他要的还不知道是什么 但他知道跟耶稣就对了 因此他就开始跟耶稣有了跟从的行动 耶稣说你们来看 重点我们还是强调 来要干嘛 看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该要什么呢 要越看越清楚 当然圣经里边有一些很简单的对比 圣经讲你要什么或不该要什么 这个经文是非常之多的 不胜明举 几乎每一段都有 但至少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来做参考的 十篇八十六篇的十一节十二节 请大家大声地按我念 荣华 求祢将能道 教我 我要造祢的真理心 求祢使我专心 敬畏祢的名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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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心 散在祢 我要荣耀祢的名 直到永远 不要到永远这个造主的真理心 在祢荣耀神的名 这就是很好的方法 这是算是一部分的正面的表列 婚姻表列 在以赛亚书十四章的十二节到十四十四节 如圣经人知道这是讲的撒旦的独落 那么第十二节明亮之星早晨之时啊 你何静 从天坠落 你这功败列佛啊 这么有大力量 何静被砍到在地上 原因是什么呢 你心里承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与中心之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身上 在北方的基础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那么我要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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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多的我要在里面的时候 就是人的欲望的扩张 骄傲的产生 这是阻挡神的恩典的 非常非常非常基本的原理 所以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 那里就说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 顺从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 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你想要成为一个蒙恩的人 你想要成为一个被尊重 被喜爱的人 你要成为一个领受真理的人 你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如果你没有办法产生一个谦卑的心 那其实什么也都不到 这我会很具体的 非常难的 所以如何才能够使自己 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这边 这个 要得着恩典的首要原则 就是要成为 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知道的 那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了 但是我们真的知道吗 这就是一个 每一个人需要常常去提醒自己的 能满足于自己所有的 就得不到更多的 这是很基本的 所以 我要 这个 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常常去思想的 我该要什么呢 诗人说我要向山群共 我要看到谁的帮助 这个向山是一种行动 是生命道路的方向 我们说到就是一个要向高处行的 这个提醒 人 你总要向高处行 那么我也要常常提醒 今天你有幸来到这个地方 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 不只是我们去运动运动 玩一玩 心情书上一点而已 你想不想说你自己的人生更好 更有把握 更幸福 这是你要对自己负责的事情 对吧 那么 这里 就是 什么叫做向高处行 人 这个 人物远率必有禁忧 这个 这个孙子 金华所讲的一句话 你 取乎上 得乎中 取乎中 得乎下 取其下 必败 就是 如果我们要得不够高 那你是达不到的 所以我们要向高处行 我们要认识这位照天地的冤华 所以第十 真语九章十节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更是聪明 君子有三位 为天命 为圣人 为大人 为圣人之言 那你要敬畏神 敬畏神的话 师命 赛亚书三十三章的第五节 第六节 请大家看晚点 好不好 这个耶和华的名 我想我们在教会一段时间都知道 这个名其实是带着很大的奇妙的奇事 但是 刚才 这种长老 跟大家报告 我最近 在做直播 在借着中庸 要讲 要讲这个天人之道 那其实 这个 所有古今中外 所有 尤其是人 对于神的认识 只有耶和华 这个名字 是可以概括的 而他 有多高呢 你想得多高 他比你所想的 一定高 非常的多 这是耶和华的主意的意思 那简单的说 你一生一世 要有安稳 有丰盛的救恩 有知识 有智慧 你要求高的 你要敬佩高人 那你要向高处行 所以我们讲到 说有一句话 就 景行行 高山扬直 就是 你要看高山 向高处看 那景行 就是大路 你要走大路 看高处 走大路 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如果你认识 向高处行 那你说 那我在人生当中 我有很多事情 你要现在应付啊 天地之间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事情 人一旦会寻求天的天道 一切事情 上帝就会把那种行而上的能力 我们称为神 称为神的道 那么中央讲的叫做智诚 智诚之道可以前知 有一种真实的能力 真实的灵 就会运行在你的里面 这个远远的比很多很多的医学 很多的很多的修行 很多东西更高 但是你得去体验 当你寻求神 神就会在你里面 因为你是 你的人生当中世界上 唯一的主角 我常跟你们讲 如果你自己活不好 其实神一切都白搭都免弹了 对吗 那你是谁 你是谁的一个基本的定义 是从你自己的定义来的 为什么我们要有神的儿子 才会有有生呢 因为你必须要对自己有一种高的定义嘛 你能够把自己定义到多高呢 太高高到像撒旦 那就有危险了 但是你一方面要对自己有高的期待 一方面要有谦卑 这叫直起两端而用其中 所以要在地上做平静的生活 那你在人生当中 很多事情你想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我告诉你啊 白搭 为什么白搭呢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不知道 随时随地 像很多以前我想回港六指寺 有一个非常强壮的人啊 他的车子压在他身上不会死掉 但有一天他走路的时候 从阶梯上面 几个阶梯跌下来一碰他死掉 人生太多事情不是 不是靠你自己可以安全的 刚才我们在车上 在希摩埃和亚先生在聊到说 有一些生命的事情 身体的事情 当然这个每一个人要关心自己的身体 要有一些医学常识是很好的 但我就在想我在这一辈子啊 我从来不为自己的身体 有什么光景想啊 总是想说如果活够了 上面知道我该活到什么日子 活够了就去建筑了 对不对 活到现在 你还妈妈咕咕还在臭活着活着 所以其实是 我这里要跟大家讲说 他并不叫你走 叫他摇动 叫摇动 他并不打盾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盾 也不睡觉 保护你的是谁 是谁呢 是耶阿玛 耶和华是在他的右边 保护你 我们今天使用最正心来提醒 你靠自己靠不住 你要靠谁 你耶和华对你而言可靠吗 你得认识他 你得跟他有好关系 是不是这样啊 你只要认识他 你跟他关系就好 所以你要向高处行 去追求他 是特别是在诗篇91篇 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 上帝的应许 你好好去读他 千人孤岛在你的面前 又人天人 万人孤岛在你的右边 虽然你不怕白日灰的欠 不怕夜间行的瘟疫 现在中国大陆这个猪瘟 好像很猖獗的 我明天又要到中国大陆去了 师母说跟我讲说 你去 你别吃猪肉 我说这没办法 我到那去哪管得到这些 他上次没有那个局势 你吃了什么毒 也并不受害 所以我不必故意要去吃他 不必说哪里危险 哪里去故意那样做 不必 但是你保护不了自己 懂我意思吗 除了你什么都不懂 但是诗篇91篇就告诉我们说 你什么都不用怕 第一节说 耶和华是你的避难所 你已将至高者 我要跟你讲 至高者 当作你的屈首 那么你要信在至高者里面 或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也会挨住你的帐篷 因为他要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对不起这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那么他要在 你该走就走 他有使者 你看到天上的使者吗 其实一直都在 中国人讲百灵呵护 行善者百灵呵护 其实一直都有很好的保护者 可以保护你 除非你做一些狗屁倒灶的 乱七八糟的怪的事情 把那个保护者赶走 明白吗 他怕什么 你给他什么 这个天使啊 要保护你的灵啊 怕一些臭味 怕一些污秽的东西 那你会 不要搞一些东西 那你就会把好的使者 赶走 把坏的灵聚集过来 我说得清楚吗 那如果你是住在至高者的灵密处 在第一节第二节前后五年 住在至高者的灵密处 必须在全能者的灵下 我要用到耶和华说 他是我的必然所 是我的三代 是我的神 是我所以好的 那么这里边还是提到那句话 叫做至高者 其实我们看山 我们要看山上的天 那这个山在圣经里面的预表 好 在马赛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以下 到第七章 一般称为登山宝训 所以五章第一节说 耶稣派见这许多人 就上了山 即坐下 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头教训他们 说一句话 虚心的人有国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 然后就讲天国的八福 讲登山宝训 我要说的是什么 登山 你现在要爬到山上来 来敬拜神 那么你愿意去求高的启示 你愿意去求高的价值观 去求高的生命价值 那么你取法夫上得物其中 你就会渐渐的使自己越低越高 现在你要的是什么呢 请你回答你自己 你要不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你是不是至高者的儿子 许多人 这个还是没有这个关系的回答我 你要不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大声的回答我 要 如果说你没有要 那么上帝给你推到你面前来 对你而言是一种强迫 或者是一种羞辱 那其实是没意思对吧 所以我们象山屁股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得到那最高的 我们要得到天国 这是我们和大家讲的 你要向高处看 那么要向高处行 向高处看去认识至高者的智慧 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 很诚实的承认 就我们所应当知道的 我们仍然是不知道的 你现在觉得说 你已经有了多少的趋势 就这样够了吗 如果不够怎么办 不够的要花时间去寻求啊 没人忙着在寻求什么 在要什么 常常很多人努力的想要解决身边的琐事 谁昨天对我怎样 前天对我什么事情 那么我现在手边的前天天不够用 有很多事情 我这个做不好 但是其实 其实如果你知道上帝要祝福你 你走对的路上帝要祝福你 你一定会领受到 昨天我在看到 一个人家败偶像的人 就是在台南南昆森那里 有一个离五千岁 那么他们是卖虾顶 原来很穷 他们家里可以有一个人去做疑心 就是被那个偶像 鬼灵 选中 然后他们很穷 那么那个偶像 就要他去考金圣 那他说哪有呢 结果呢 这个 那个偶像 就让他们去买了乐透产就中了一起 刚刚好去构作 我讲这件事情 偶像也有偶像的例子 只是他们给人 就是在世界上 世界上的一段时间的满足 但是他也会去帮助人 让人去得到他所 他所需要得到的 才会产生这个信 复信的关系吗 我们这位至高的神 他没有理由 不能帮助你 解决你身边的问题 那我也不能 如果你的身边的问题 没办法解决 我只好告诉你一件事情 很清楚地告诉你 他要你知道的事情 你一直不想知道 或者没有知道 所以他只好 借着一些困难 要求你到他面前去寻求 很多人就是碰到事情 碰到问题 好像碰到疾病 他拼命保证说 主啊你赶快救我 治好我的身体 神说不是要治好你的身体 是要让你生命丰富起来 他听不见 一直只好 一直落在那个痛苦和重心内 我是跟大家清楚地讲的 所以你要求至高者 求认识至高者 然后你要求了以后 你没有办法一下就知道 一步一步 一点一点的上去 上山啊 你没有办法 这个如果说你 当然现在如果坐直升 直升一下 上到山上去啊 那也可以啊 但是你登山的固程 内容 只要学习的就没学会了 身体也不会弄得好 所以其实 上帝要我们登山 向高处行 所以要一步一步 慢慢地 正常地往前走 我今天 要和基督寅说的是 你如果想要使自己的人生 向高处行 那么你就必须要登高山 山是什么呢 我刚刚说的 山在圣经里面的地表就是信仰 人每一个人有各自的观念 有各种各样的学说 但是有一些高人的学说 有一些专家的学说 有一些创立某一种学说的大师 他就比一般人高一些嘛 对不对 世界上真的宗教就是在世界上 种种理论当中最高的一些 但是高的宗教没有办法到天上去 宗教信仰只是让人能够向高处 所以理解 看得真的爬得高 站得远 但是你总是要让自己一步一步的向上去 所以我喜欢 刚刚以赛亚书40章的9到11节 所以第9节讲 报好信息给西安的 你要怎样 登高山 报好信息给耶路上的 你要养生 极力养生 不要惧怕 那么以下就告诉我们说 你必须要有好信息 才能够牧养人 保护人 教导人 但是不带好人 你自己为什么放好信息呢 要登高山 当然 我们从图像画 或者所有从前的人 的一种 信息传递的方式 你要站到高处去讲话 所以能够过得远一点 这是一种想法 但是属灵的意义就是 你自己 要领受好信息 要领受高的信息 要领受高的信息 你才能够去帮助 那些愿意听你的人 所以 在马太和圆迪十七章的 第一节以下 有一个圣经里的故事 就是 在山上变向 高山上变向 就是耶稣带着 三个门口 这个 马太十七章的第一节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 亚克和亚克的兄弟 约翰 暗暗的站在那里 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 变了形象 两面明亮如日头 衣裳 洁白发光 突然有摩西 以利亚向他们显现 王耶稣说话 以下的故事 无圣经都很熟 在这这段故事 是要跟大家提醒了一个点 门徒很多 但是 成为使徒的十二个 登到高山的三个 只有那登到高山的 才看到耶稣怎么样 从人间的形象变化 成为荣耀的形象 而且才能够接触到 他们以色列人所信仰的 那伟大的人 就是摩西和利亚 向他们显现 这种显现 就让人 从跨越时空 从现在 回到过去 连接到永恒 到高处 看到高明的 高深的 奇妙的启示 我想表达给大家理解吧 你如果 没有向高处行 你没有登高 你一定 所领受的东西都是很浅 很狭隘 很小的 所以 跟随耶稣 也有跟得高的 也有跟得不那么高的 那么 像 这个 彼得 雅各 和约翰 在那个时候 他们是跟到高山去了 保罗后来就 跟着跟着都跟到天上去了 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要跟主 要跟到好处 如果 不用心 是不行的 所以 你陛下有 有高的启示 才会有高的参见 在这个时代 我们在讲 上面 和大家讲到 一个人 你要得天命 得天命 就是 你对于你的生命价值 你的人生价值 有那种 从前的人 想得天命的时候 常常有一个狭隘的想法 就是 他所谓的得天命 就是 他要成为君王 要统治一个时代 那么 他所想到是服务人 服务现在的人 最多就是这样 上帝所给我的天命 不是这样 是让我们更好的是 我好自己成为君王 而你得天命之后 你要得启示 就是要有人帮你 让你能够 对于你的人生 对于你的生命 要有明白的看见 有了启示以后 你还要有什么 要有意愿 就是 你愿意 花精神 花努 用力气 使你所领受的 能够 能够达得到 因为光是有知识 有启示 你却没有意愿 那么当然 这个碰到挫折 就可以说了 对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 种子 撒在土浅石头地上 是这样的意思 有了意愿 他要什么 他要努力 这个天国 是为奴隶的人 开的 只有奴隶的人 才能够进到天国的根据 所以 其实 像我 在前些日子在看 改变世界的家 他引用到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知道吗 马丁路德 他曾经 带领整个的教会的改变 他去牧养了很多很多的教徒 他接触的很多人都是在信仰上面算是领受的不少的 但是 据 他们的记载 马丁路德在临死之前他讲一句话 说真正的基督徒在一千个里面找不到一个人 因为他所碰触到的那些人 因为没有认真的去追求 没有向高处看 没有向山取墨 向高处去求 因此他所得到的一定是很少的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啊 你要什么呢 你要向高处去看 然后要取墨 取墨 就是一个实际的行动 张开眼睛 看该看的事情 看得对 你就是对的人 看得不对 那你就是弥服的人 就是错误的人 这个取墨 其实是你的人生 幸福与活 非常非常的关键 我再说一次 请你认真的面对这句话 如果你想要活得幸福 或者是你一直活得不够理想 关键都在你怎么看 那你如果问我说 那牧师你自己怎样呢 我告诉你我还在学习 因为我知道道理 但是我要改变我的取墨的习惯 还没有完全全都已过来 我知道我都调好了 一切就是明天 所以取墨两个字 当然那是你要开起眼睛来看 但是你想取墨 你会想到哪一句话 也许是会叫取墨无亲 是吧 然后取墨无亲 是什么现象呢 其实这个你如果是向下 看世界 你会看到什么呢 那个取墨无亲 的那种猖狼 那种无奈 原因是因为人活在世界上 在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话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也知道在我的里头 就是在我肉体中 没有良善 因为我力士行善有得我 行出来有不得我 这就是世人的无奈 这两天看到电视上面 在讲一些让我们觉得感叹 甚至于毛股手然的故事 你知道台中有一个 医学院毕业的女生 因为她考没有考过 所以她放火烧了 烧死了她的家人 警察在验尸的时候 那个女孩子 她是放火烧死了她的家人以后 那么她在那个地方 即使看着她 她觉得说什么 你们觉得我是不是应该 在这个时候好痛苦 我就不要 那她其实是受高等教育的 到底什么原因去放火烧了她的家人 不知道 同时还讲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姓孙的叫孙松可 他是事业做得很好的人 他的儿子啊 在美国读了大学的未来 那因为这个待人处事不好 所以他的父亲带着他去想要去找一个长辈 结果在路上这个争吵起来 他父亲说那你自己去吧 下了车在路上走 然后那个孩子就开着冰淇气车 把他父亲撞死了 那这个像这样的事情 现在很多很多 因为在末后的世代 在以赛 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 世人怎样 无亲情不解怨 因为人里面没有更高的期待 对于自己活得不开心 有些做儿女的 他自己活不好 他会恨父母亲说 你怎么把我升得成这样子 像有一个法学院的毕业的 第一名毕业的 后来他考律师 考官都没有考过 家里边的人就唠叨他 他是觉得说他一生很多的奴隶 原来都很顺利 但那个时候就关过不去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去告他的父亲毕丰 他告父亲毕丰 那个父亲当然法官不同意 然后他就告法官 因为他学了法学院 读了法学院 他读了法律 他就比别人行 他就拿来告这个人 告那个人 那告来告去 身边的人 所有人都 只要碰到他 就被他告 然后弄到他去 他是局务无亲 谁跟谁都好不了 后来就自杀 很多人他活不好 他会怨父母亲 你怎么把我生成这样 自己活不好 对于整个世界 对谁看的 都是造成他的问题 造成他的问题 所以我们很多的 血缘的关系 或者人和人之间的亲情 种种的情形 其实客观的说真的没用 我不知道 意思明白吗 他活得不好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又有什么用吗 你如果活不好 别人对你多好 又有什么用呢 同意吗 所以关键只有一点 你如果能够让自己活好 那么你就能够和身边的别人 享受到你的好处 感觉到你的好 享受到你的好处 跟你就容易亲近 如果他没有办法和你亲近 是他的问题 是他的问题 就不是你的问题了 可以吗 至少你可以把自己活好 所以我要按基督里面说的是 其实你如果知道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该什么样的活 所以 约翰一书第五章 我们讲十二节十三节 十八节就是说 我们知道 凡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就落在罪的瑕疵里 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那恶者也必无法害怕 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神的 然后呢 全世界都落在那恶者的权势之下 整个世界的人 就是一个人 站在自己的角度 站在自己的立场 那每一个人都想自己的事情 所以过得不满意 就怪别人 这就是一种 恶的循环 恶的失望 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你没有办法改变整个世界 你可以改变自己 也可以改变身边的人 同意吗 同意 那你甚至把自己改变好 所以我们这个局目 局目无亲是世上的人 而这个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请看我念 还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神生生 还爱神祂是神的 也必爱从神生的 我们不爱神 又遵守到祂的建议 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能力 我们遵守到神的建议 就是爱祂的 与今天祂的建议 不是很难受到 因为有一个爱从神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过世界的 就胜过世界 这个信心原文就是信仰 我们信神 我们信神就是爱 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始终爱神 我们遵守祂的建议 就是要彼此相爱 彼此相处 就知道我们爱神的能力 是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的 所以有人 他是局目无亲 他是一种无奈 对我们基督徒而言 我们要改变这件事情 局目是亲 你身边 你看人身边 你看人身边 你看人身边的人 他是你的谁 弟兄姊妹 你家人 对吧 你看他是 他就是 你看他不是 那么他是 对你也不是 很好 像那些 我们说现在有很多的心情的变化 就是明明是 但是他又不承认是吗 不认为是 这个心情 没有了 就失去了 所以我们要看神 但是约翰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神是什么 神就是爱 所以我们住在爱里面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爱人 是借着神来与此相爱 我如果活出神的生命来 我就是活在爱里面 我愿意去爱我身边所爱的人 我爱他 我把他看成我的亲戚 看他看成我的亲人 他如果没有办法这样回应你 那是他的问题 我今天上午不知道为什么 不然想起来写一个歌词 歌词 就是歌词 其实有几句话 就很简单 就是 这个 他不珍惜你 有什么关系 你还是你 那 基本上就是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不 你不珍惜我 那 我不会难过 我还是我 这个总而言之 有些时候 世界上 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东西啊 他的状况 你没有办法改变他 你的状况 至少自己要改变他 所以我要和教人们说的是 我们向高处行 我们要让自己活出神的生命来 我们要成为一个 得到多助的人 因为上帝一定帮助你 只要你愿意帮助 被上帝帮助 上帝会兴起很多人来帮助你 如果你是一个骄傲的人 不愿意被帮助 你觉得你不需要 你不屑 那么人家想帮助也无中帮助其他 所以得到 这个到呢 其实就是 你把别人当作 人 当作亲人 当作你所可以爱的人 然后就会有愿意爱你的人来爱你的 如果你不把别人当作你的亲人 当作你可以爱的人 那么就算是他爱你 你也无感 你也甚至于外国家 是吗 所以我们要看神是帮助我们的 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白日太阳避不伤你 夜间月亮避不害你 烟花要保护你 免受一些的灾害你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这个性命就是我们的心灵 你出你入 烟花要保护你 从今时 直到你这个 这是我顺便引用一下 那么作为基督徒 其实有十字架的很大 这个母亲节我们在这里分享 刚才好像没人说 还有母亲节离我可以拿 其实我在这个母亲节 在那个 在时光堂 就讲这个信息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 耶稣看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 站在旁边 其实是这样身边 那时候有好几个玛利亚 玛利亚说这个什么意思 其实母亲都蛮苦的 然后他就对他的母亲说 母亲 原文是妇人 看你的儿子 看的是谁呢 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这个是 不得使徒约翰 使徒约翰可能那个时候 妈妈也是不在的 然后他对的是 使徒约翰说 看你的母亲 他们不是母亲 也不是儿子 对吧 但是耶稣告诉他 他告诉他什么 看 你就算是 当做是 然后那个门徒 就接他回去 就接到他家里面去 我们是不是信任 是 你算是 你就是 你如果不当做是 你就不是 明白吗 而这是教会应该领受的道理 这不是世界所能领受的 我们群慕无亲 是世界的现象 群慕是亲啊 你看起来 看身边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亲人 然后你要向山群慕 你的帮助从何而来 你的帮助从造天地的燕满化而来 他造了天地 他还造了弟兄姊妹 我们到这边来聚会 你这两天你要干嘛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彼此相助 我告诉你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其实人活着你要有价值 你就要成为别人的帮助 我这两天我们来玩 来吃来玩呢 我这里去看看呢 去看看去走一走吃一吃 你能够多快乐呢 其实快乐也是快乐 别人帮助你啊 你要挑剔他 觉得说你怎么做得不到位 怎么做得这个 我想要吃的 吃甜的 你给我咸的 那我想要怎样 你不能这样帮助我 你被想干想见 这个咸的 你到处有个咸的 对不对 什么快乐也都快乐不了 所以我也去帮助人 教会聚集在一起 我们就是神的身体 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拿时间 拿精神来帮助人的 你这一次来旅行 下一次来旅行 每一次旅行的时候 你都只顾着帮助人 吃也没吃好 那玩也玩 没玩好 人家照相都没照到你啊 然后 然后这个 这个整天呢 就什么东西都没看到 你帮助了很多人 你一点一滴在别人心里面 我觉得在你的回忆里面 是非常丰富的 阿们 我说一种人 一种人就是成长的人 成功的人 是帮助人给予人的人 如果你没有想要去成为一个帮助者 给予者 扶持者的话 那么其实 自我中心 就觉得说世界 什么事情给我的都让我不能满足 你什么事情能够满足呢 只有一种情形 就是我愿意尽我的力量去给予 去帮助 在帮助的时候 偶尔就碰到回馈 因为生命是在成长的 生命是有价值的 理解我意思吗 所以 我希望说我们在这里来 我们像专屏幕 我们看到神的帮助 其实神的帮助是从弟兄姊妹来的 是从身体来的 而彼此相助 一定是 你也帮助了人 人也帮助了你 那么彼此之间 我们看看 看弟兄姊妹都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尽力的去服事 服事就是 你存在的意义 我存在的价值 会同意吗 你说服事就是我存在的价值 服事就是我存在的价值 是同意吗 其实服事 每一个的服事不一样 像我刚才 拿那个箱子上三楼 当然我也可以 等年轻人 但是他们服务人员 就帮我拿上来了 常常我自己的习惯 我是因为自己提的 但是我愿意 让他帮助我 我好好的向他表达感谢 也是我提供的帮助 哦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给人有好的回馈 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的价值 我现在的价值 就是活得老一点的 让人家觉得这个老头很可怜 你放开眼睛 这样的哪些价值就产生出来了 你不要觉得说 这有什么不好 我心存感谢 我满满的感谢在 他感受得到 人来人相的真的很简单 所以我今天要和提供人说 其实你要向高处行 但是却是要在基督的身体里边 来彼此相爱 那么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你就能够活得非常非常的美好 所以我希望 我们在原生的路上 看见主的一道 再讲一下 就是你到哪 你会看 看什么都顺眼 看什么都好 你现在在教会里边 再看一看弟兄姊妹 看一看身边的人 你跟他讲说你是我的亲人 你是我的亲人 是不是 那这两三天你就好好的 那这样 你就会活得开心 活得满意 活得满足 你要在肢体身上 看见不上自己 因为 因着你的服事 他得到了帮助 因着他的感性 你就得到了满足 好吗 就是我们向你献上 深深的感谢赞美 谢谢你 让我们可以有机会 一起出门 让我们在出门的时间 就是要更多思想你的爱 更多的来感谢 你把我们放在教会里边 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体会 使人生生活当中 最美好的事情 就是彼此相爱 你们彼此相助 因为当我们彼此相爱 彼此相助的时候 你就在我们当中 幸福在我们里边 温暖在我们里边 那一切的美好的享受 也产生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每一次 每一个弟兄姊妹之间 彼此的相处 都是一种快乐 都是一种感恩 都是一种享受 也让我们在整个交游 整个出外旅行的过程当中 都是让我们成长 都是让我们进到你的恩典当中的美好的机会 让我们愿意努力的陪 愿意努力的舍己 愿意努力的去爱人 当我们在这样行的时候 我们必要看见你与我们 你与我们同在 借着你给我们的环境 多方的来恩待我们 祝福我们 让我们所需要的 一样也不缺 让我们在一切的路上 都能够居上不居下 做手作为 让我们能够 我们所接触我们的 都蒙恩 都幸福 我们也特别祝福 这个度假村 既然我们来到 就求你使这个度假村 因着我们的来到 而产生那爱 温暖 荣耀的光辉 运人 运行在这里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 散放福音的人 听你彼此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这种音乐 和我们的音乐 封密 我们的音乐 有很多音乐 他们是封密的 儿子 也在启会 我们来到